一輛白色轎車車門都還開著 卻左右搖搖晃晃的往前行駛 前方的機車騎士往後看 發現不妙 嚇得趕緊往對向車道閃 而白色轎車的駕駛 就是這名打赤搏的男子 為了躲避警方盤查 竟然加速逃逸還衝撞警車 事情就發生在2號晚間7點多 新北板橋廣泉路上 警方在執行巡邏勤勿 看到這輛車圍停 而且站在旁邊的兩名男子 神情慌張 於是上前盤查 打赤搏的駕駛 假借回到車上拿證件 沒想到下一秒 你怎麼車 欸 鬆啊 欸 鬆啊 駕駛竟然趁遠景不注意 突然發動車子倒車 衝撞後方三輛警用機車 接著在加速撞上前方 一輛警用機車 以及三輛民眾的轎車 警方立刻上前 將駕駛壓制在地 一查發現原來他是傷害同期犯案 而且車內還有空氣 鋼珠手槍和吸食器 成案非他命養性反應 被移送偵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是 署了